无常皆因心善变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就是人的心 人心的善变使你们身边出现诸多无常 昨天讲好的事情过了一个晚上 今天就变掉了 所以人家经常讲 最善变的就是一个人的心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 上周跟别人约好的事情 这周突然就变掉了 这是心在变动 心的变动才让一个原本讲好的事情突然有所改变 世间的无常皆因人心善变 人的心变来变去才会出现诸多无常 人的心千丝万缕的变化 它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家庭工作 所以人心的变化能影响人间千丝万缕的缘分 这就是师父讲的万缘 讲到这里 师父给你们讲个小故事 一个公司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各个部门重要职务的人已经陆续来到会议室 大家听到某某经理临时有事来不了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就不能促进这次会议正常进行 因为这次会议是某某经理来为大家执行董事会议 经理人都没来 其他人来了也没有用 但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已经把各自当下的工作安排好 结果大家收到通知 某某经理接董事会通知 这个会议临时取消 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 董事会会另行通知 你们说这些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心有没有波动 有波动 因为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啊 董事会的临时决定 致使经理不能按时召开此次会议 经理不能执行出席会议 那么所有要参加会议的人就无法获得会议的具体内容 会议临时取消 很多人会在心里问 为什么取消 有的人会在心里抱怨 我这么远跑过来 车票浪费了 住宿费浪费了 这时大家又收到一个通知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 你们所有因为参加会议支出的费用 公司全部报销 这个小故事你们听懂了吗 你们大家记住 万元随心变 万变因人心 人心皆善变 善变多无常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无论万元如何变化 学会自心不变 你就不会受到影响 自心不定 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内心 师父跟你们讲过 在末法时期 很多事情原本定好的都会变掉 连师父红法的方式都在改变 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变的 你们要学会 以不变的心应万变的元 不变的心是什么 是学佛的道心 你只要心中有道心 心中有道场 环境的变化 缘分的变化 都不能对你造成影响 能影响到你的心 说明你的心不够坚定 在这个世间 只要你的心不变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无论万元如何变化 它都不能影响到你 我学佛的心不变 环境变化有什么关系 师父到哪里讲法 你们就到哪里听法 你们的心跟师父的心在一起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只要你的心不变 所有外境的变化 对你都不能造成影响 师父在上周的开示中讲到 事与愿违 一定另有安排 所以你们要相信 菩萨给你们的安排 一定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 让自己的心有所改变 事与愿违 一定另有安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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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